最近,iPhone2从神秘的消息来源处获得了一片据称是下一代iPhone的前置面板 这位知情人士强调说,这次送册的已经是无限接近量产的最终版本 这次送来的疑似iPhone6的面板和传闻当中是一样的,拥有4.7英寸的大小 iPhone6面板的制造工艺变化很有可能来自于材质 比如iPhone5听筒处上采用了楔形边缘切割的工艺,却没有出现在这块疑似iPhone6的面板之上 我们尝试将它和iPhone5的面板进行对比,发现大小明显大了一圈 当然,屏幕大小的变化同时也会体现在持握感上 毫无疑问,如果下一代iPhone的屏幕尺寸上升到4.7英寸或者更高的尺寸 不可避免会影响到单手持握的手感 好了,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iPhone5视频 关于下一代iPhone的更多消息,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